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相亲世界 今天还是由我和蒋川特级大师 为您做期议讲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带给您的是2020全国相亲男子甲级联赛的 江苏的孙玉阳对阵杭州的王天一 对 这盘棋应该说 有王天一参赛的这个对局 肯定都是热门对局 对 就是 焦点人物 焦点人物 这个王天一呢 大家应该都挺熟悉了 对 而孙玉阳呢 可能有些企有不太熟悉 给大家介绍介绍孙玉阳吧 其实他呢实力也很不错 他也是特级大师 他是怎么得的特级大师 他曾经在代表江苏队 获过全国团体冠军 江苏队有一年是吧 获过团体冠军 当时孙玉阳还打的第一台 那个我们团体赛当时实行的都等级分制 但是江苏呢他们等级分比较接近 所以怎么排都可以 就四位其手 就可以轮换的是吧 比较接近 我们赛制是这么规定的 差多少分之内不许 多少分之外不许换 对 一百分之内才允许调换 这个当时孙玉阳就打的第一台 面对的都是各个队一等一的高手 他很圆满地完成了一台的任务 那说实话含金量也不小 非常高 含金量非常高 最终呢也帮助了江苏队获得团体冠军 这样呢他们就有两位棋手 自然获得了代表咱们中国队 参加亚洲团体赛的资格 最终呢也顺利地获得亚洲冠军 这样他就荣升特技大师 这是孙玉阳啊 我们听完孙玉阳的名字 来看看孙玉阳的棋吧 对 他喜欢走 他喜欢走飞巷 这是他平时就走的吧 有机有可能就很纳门 大家了解这个王天一的 可能都知道王天一先生都很爱飞巷呀 对 这个那你孙玉阳今天是 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 对啊 我们来看 飞巷局呢 其实特点啊 就是稳健 稳健 孙玉阳呢 自己啊 先手就是爱走飞巷 所以他跟高手啊 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对 他也别变了 这个东西临场变吧 也不是什么好事 有时候啊 是的 所以他选择了飞巷 天一特大呢 选择了炮八平四 左过攻炮 其实对付飞巷的种类太多了 对 我们亲密朋友们 也不用特别的死机应备 对吧 攻卓飞巷上马 对 中炮 甚至左中炮 甚至视脚炮 过攻炮 N多都可以 你就把握住整个骑行 别太把骑行走得别扭了 然后骑子舒服了 就OK了 对 是的 这就是散手 对吧 散手战呢 就是骑友们 你们自己爱走哪一路都行 对 只要把那一路走得深 把它发挥得最好 就可以了 对 不用追求说 对付飞巷哪个好啊 是的 我要问蒋大师 蒋大师也答不 蒋大师怎么答我啊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对付飞巷你可能右四脚炮 左四脚炮 对啊 蒋大师说你喜欢哪个走哪个去吧 对 走哪个都可以 对啊 好 我们来看看王天一的炮八平寺吧 王天一炮八平寺之后 孙杨是走了兵七进一 兵七进一挺兵 他的挺兵就是想支正马 不让你起正马 是这些 对 同时挺兵呢 他有一个意思啊 就是跪划 现在就开始想封住你的一路局了 OK 这么早就封住一路局了 因为这边子有点淤 对 他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黑方呢 马八进七 八进七条 红方 炮二平寺 炮二平寺 这个时候我们看 如果黑方还按常理想出动大子 比如说出狙的话 红方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跳 这样就快了 你如果黑方马二进一 再马二进一跳 我们给大家看 准备出动右狙的话 他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跳 接下来你要炮二平寺三 准备亮狙 那他马七进八 封住了 封狙 把你狙给封住了的意思 这样打没意思 你打的话 马八进九是先手 踢着炮呢 对 得个兵 他也炮四平五 如果炮四平五的话 你看 这个红方 可以走炮四进一 是不是很巧啊 这不起 炮四平 炮四进一 炮四进一 马看上中兵了是吧 马看上中兵 同时又防止了 你狙八进六过来吃兵 这个位置 从大量的实战来看 这个位置非常好 过一会 红方在兵九进一 这样 然后这个狙这么粗 是吧 对 非常好 那个狙带机而动 那个狙过的话 可以四四进五 狙一平寿 狙一平一 那我就试四进五 试人家下的是 你狙一平六 我又说到图里去了 对 这个就是他们下过的 就是王天一下过 跟郑维同下过 是吧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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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棋啊 王天一就有意的避开了这个次序 他先走了个马二进一 先跳了个马二进一 所以大家看啊 其实这个棋要是不听蒋大师讲解 不受这个意的话 我其实觉得出局就是跟马交换嘛 有什么样 我什么时候出 你什么时候跳 你什么时候跳 我什么时候出 这俩反正就是一对交换 但是这么一听 再看看细节啊 还是有变化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 如果红方还是跳马 那黑方走炮二平三了 炮二平三了 这样等于他的居先出来了 居亮了 你跳他出居了 对吧 而如果此时红方还跳马八进七 这样我们看 黑方炮二平三 炮二平三 你红方如果还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黑方就可以先走炮四平五了 这样大家看 居和马的交换 没有炮四进一看中兵了 这中兵打死了吧 中兵丢了 他们把实战就这么下的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红方要再马二进三 黑方就先敲中兵一将 先敲一将 你补试的时候 他再出居 你看这次序还真挺微妙的 这个微妙的次序 就让黑风得了一个中兵 这个奇迷朋友 我觉得听完讲大师讲课之后 回去可以拿小七字摆摆 对 体会体会 因为实战其实这种次序的微妙 还是挺多的 是吧 谁先走 哪个先走 差一点点 后面就可能对不上了 对对对 所以还真是值得去体会一下 这种变化 因为黑方强凭得一个中兵 打破点平衡 也被认为是后手 想积极求变的一种下法 OK 积极求变的下法 王天一特打作为后手 他很喜欢下这个 对 他风格就是积极求变 你不变他还变呢 别说你变了 你变他更变了 对 是这样 不过王天一的气势 还是挺压人的 对 气势挺压人 在这个期 洪峰其实主要有几路变化 首先他进炮 动炮没用 动炮 黑方回炮就行了 洪峰通常 两个思路 一个是居酒瓶八 我记得李少庚当时 跟王天一下过居酒瓶八的变化 居酒瓶八 你觉得他出路很好吗 居酒瓶八 他过一会儿是这样 马八进九登兵之后 炮王里塞 炮八瓶 登兵是个先手之后 再走炮八瓶六 那他一定不会让你 变成先手的 对 那是另外的变化了 是吧 当然 孙云特技大师 我刚才说 很用功 他的开局很好 当王天一又跟他这么下的时候 他感觉肯定 他王天一对居酒瓶八 会有所体会 其实我觉得不是孙云阳用功 我刚才想说 我觉得江苏队整个都很用功 都很用功 对的 真的很用功 我觉得 反正江苏队的棋谱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熟的 因为江苏队相对可能比较年轻吧 对 江苏队确实这个棋谱方面 研究的确实都很深 是吧 对 在当时的徐天宏老师的代理之下 这几个小孩 包括徐超 包括当时的还有 王斌吧 对 王斌他们 王斌今年去哪了 王斌现在代表山东队 山东队 被邪亏给调过去了 对 虽然这两年江苏队的成绩 我觉得好像 反正他们一直都很稳 就是平平 没有特别出色 但是也给了这些 年轻棋手的一个锻炼的机会 对 所以在这像甲平台上出了很多新秀 对 好 我们接着来看棋局 好 这样黑方选 除了聚酒平方 再说红方 那么还有个思路就是冰酒精一 冰酒精一 其实我更倾向于冰酒精一的下法 因为冰酒精一 你感觉过话科码 八进九能配合起来 对 我觉得它从侧面 而且还能聚酒精三 还能冰酒精一 反正我觉得这舒服一点 比这个舒服你知道吗 比这个舒服 看上去比这个舒服 是的 在冰酒精一之后 其实黑方也面临着选择 这一步期 因为黑方不是有很多种选择了 在我们之前下的对局当中 最早其实王天一是下过炮五退一的 炮五退一打马 跟当时的湖北的铁布山 李雪松下过 湖北对 铁布山 当时好像红方是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踩进去 他比如炮三退一 炮三退一 炮三退一 然后是居酒精三什么的 然后居一平二 这个我们可以过一会儿 实战也是这么下的 但是在那一盘棋下了之后 黑方一段时间内 曾经下炮五退二了 炮五退二不是先手 他干嘛呀 他是意思 炮五退一把你逼得很紧 偏偏这个红方 如果走得对可能没变化了 所以就走炮五退二 给你红方怎么兴起 就难题推着红方 对 让你选择 下棋有的时候 就是如果一直把大家都 绷成必须走的招法的话 就逼出来了是吧 都逼出来了 我就适合让人逼出来那种 不逼我可能走不出来 一逼就逼出来 那他可能也要走这种吧 他走这个 走G9金3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吧 我也觉得是要通路嘛 反正逼我我就出呗 是的 然后就往外亮呗 对 但是我估计这个变化 因为是在最近出现的非常多 可能也就是 孙颖阳的准备范围之内 这个王天忆我们说 这个是一位善于求变的高手 所以我估计他又走到这个的时候 他发现 我要再这么走下去 孙颖阳可能又是被捕了 对 所以呢他又 自己就变 自己就回去了 又走了一个炮五退一 重操就业 是吧 是 从实战来看呢 王天忆应该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看实战 马拔金9 黑方 炮三退一 红方 G9金3 这种棋啊 G9金3非常重要 抢占兵型线 对 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想走这个 其实这个都没有 拱边兵杀出去都没有这个重要 对 因为这条线太开放了 是的 黑方 G1平2 G1平2亮区 我刚才说了 正是因为王天忆的又临时变招 让孙颖阳啊 有点障碍 摸不着头脑 这个 其实 他这个棋应该走冰九金1 冰九金1过去啊 感觉上是要走冰九金1 反正要先 对 你也不能往里跳嘛 你先把他护住 然后再动是吧 他呢 没有估计到 就是会这么严厉 他走了个冰三金1 像火马 没有注意到黑方的手段 这么厉害 那这样的黑方 正好有个G2进3了 G2进3别了是吧 有个G2进3 别住他 那这冰三金1 走的确实是没有什么味道 对 他最主要是别住之后啊 他有一个 你冰九金1 他有个足三金1的手段了 我们先听蒋川大师 说到这块 您先自己用心算啊 往后算算 蒋川大师提醒大家 有一个足三进一 您去算算这个足三进一 能在这边做的文章 做不出来 然后一会儿 稍后回来呢 我们再去看看 您和王天一大师 走得一样不一样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让蒋大师 给我们看看 这个红方的九路嘛 会不会在黑方的 这种紧迫的压逼之下 出问题 在黑方 居二进三之后呢 红方是必须走 冰九金1了 对 这要不要丢子了 必走 就必走的 这个时候呢 天意特大 就有了个足三进一的机会 足三进一 这个是不是只有电炮了 对 你只能电炮 没有别的下法了 要向七进九的话 就阵型太差了 向七进九人就拱了 拱了再马一进三 对吧 你想要跳马 那是不行 那肯定不行 跑八平七了 这样的黑方就顺利地 过了一个足 就拱了 这样也没看到红方什么 就让人过来了 对呀 不打也不行 白丢了个足 打了 就是不打 他就打了你一会儿 往下拱了 打了 马一退三 这样的黑方 就多了一个过河足 我们刚才说 或者我们把刚才 如果不走冰三进一的 交给大家一下 好 我们说了 如果他不走冰三进一 红方 就可以走什么呢 他这个棋 他冰九进一先走 让他拱二进三 这时候他可以先走 泡八平七 泡到三推一的 泡三推一了 这样如果红方 走到泡八平七 那么就好多了 OK 他就是先走上这个 你再走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就拱了 就是他等于是 提前给自己那个 薄弱的地方 做了一个弥补 做了个攻克 然后就不怕你的反击了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可能孙玉扬当时 对他这个马 的危险意识 没有那么强 对 是的 所以才随手 走了一个冰三进一 但其实说实话吧 我觉得这冰三进一 他既跳不了马 马三进四 也跳不上去 他大外袭的思路 就是人家居八进六 你看上了 对对对 是 作用不是特别明显 你说黑方很容易 足齐进一吗 让我想不是个必争之地 对 是的 所以这个棋有点 有点走得悠闲了 对 太悠闲了 走得太悠闲了 所以这个棋 蒋大师说应该 冰九进一 先给我们的弱点补一下 是的 然后再研究 OK 那我们看看 对 没走之后的变化结果 就是黑方过了个足 对 过了个足 那我们看看 王天一特异大师 怎么去扩先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我们看 这个红方 它其实也挺难刑骑的 它九路鞠 如果轻易动了的话 过一会儿 九路边边就成问题了 对啊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 考虑对局 减轻压力 对局 那么黑方杀掉 红方踩掉 这样的黑方 也足三平四 顺利地把过河足 先保住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感觉旧棋论棋 红方应该走 居九平七了 居九平七 拼了算了 把这开放线给 开放了 那你往上上了 他如果马三进四 他就走 居七进六 杀个像 杀完像 人家是不是跳出来了 一会儿 跳出来 那就走居七退四嘛 你说居九平七 对啊 居九平七 如果居九平七 他要马一进三 就杀个像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对对对 然后你杀像 就杀个像 那你马也上来了 他要马上来 你就居七退四嘛 退四还退二 退二没用 退四吧 保着边边嘛 过会儿再居七平六 这马好像这也跳不了 对对 看看 飞像 飞像就居七平六嘛 居七平六 这样这个起倒还能像 反正先吃个像 有点顾忌 让黑方也 单像也不干净 而且黑方倒是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觉得 倒是真的一会儿 一时半会儿 没看见 最主要马好像没有 对 马也没有好的位置 对 好像钻石没有好的位置 对 OK 那他可能是应该下这个 但是孙杨当时可能 我觉得 还是没缓过神来 对 你说的对 少了个过河组 还没缓过神来 对 有可能 还真是有可能 同时呢 又顾忌这个 王天一的攻杀力 所以他不敢轻易地进攻 知道这是第几旁吗 这个盘数应该是偏向于比较前面 是吧 在那一轮 对 比较前面 所以也有 所以蒋大师 我来问你 如果要是你下棋的时候 对手要是 你们队要是已经亏一盘的心态 你是不是跟那一转一盘的心态 完全不是一样 那不一样 如果亏一盘 那么我们肯定是很积极地进攻 而如果是转一盘 那肯定是稳中求胜 所以越往后压宝的选手 应该是心理承受能力的大的 是吧 对 是吧 都坐镇最后一台的 除非是前面已经定数了 最后一台没无关几道的 但是那个情况 我觉得在向甲很少 是的 是吧 对对对 是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接着来看 当时他走的是对外居 他当时走到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这个马二进三跳了之后 我们看看黑方该怎么进攻 对 这块还是有点问题 问题是有 但你黑方怎么去扩先呢 是吧 你现在虽然他的这个九路马被别上 但是你怎么去吃到他 也是个问题 这个时候王天忆特大 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运子思路 他是走了一个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跳上来了 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呢 观众朋友们一眼 如果有点水平的 或者您反应非常敏捷的 您大概都应该能看到 泡四进四有个串 对 是的 因为走到一条线上去了 是 但是呢 这个串呢 完整的说 应该在天忆的 整个的计算当中 已经算得很清晰 对对对 所以他是迎着往上跳的 对迎着往上跳 红方肯定得串了 串 黑方呢 紧接着马七退伍 马七退伍 这个想不到吧 退到窝性马去解救自己这个狙马的被串的问题 对这是计划内的 红旗不会去换马了 只能打边兵了 对 红旗打边兵 打边兵 打边兵的话 接下来呢 很显然 要泡一平五 打中族 对 打狙 对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这个 黑方就出奇了 他走了个马四进三 马四进三 等于什么 黑方通过这个 马三进四 然后马七退伍的过渡 但是 如果你不去串打 这马四进三 应该说也拦不住了 对 是吧 拦不住了 拦不住他跳 所以刚才蒋大师说 拦不住了吗 既然拦不住了 就赶快的先去把相杀了 然后提到这儿来 对 是的 有道理 这么看还是真的是有道理 要不然的话 现在很痛苦 这狙怎么办 对 这个狙怎么办 看他说不应该 我看 他这个棋 我们看 肯定得解决九路狙的问题 平呗 平四平二 平四平二 肯定平四吧 平九平七 实际他是平了四 平四 反正得平 平四有个先手 平四就是焦丹东说我平四 但是这先手有多厉害 还很难说 但平四的话 其实不好 不好 平四呢 我们看 我们先看实战 过一会儿 再分析这个局面 他应该下什么 平四的话 黑一方走得非常好 马五近七 又跳了回来 对 跳回来还是个先手 先手 踩着炮 踩炮 当红方抛一平二的时候 他马三退一了 吃了 这样先手吃 吃马 先手吃了 吃了冰之后 我们会发现 那个马就死了 这样就活活地捉死了 没有 有手段 后来有点手段 但是也不行了 对 我们先看看 后面的手段吧 要不先看看后面的手段 好 走这个 是冰三进一的 这样吃了 冰三进一它吃掉 它又冰三进一 吃过去 吃过去 那黑方 马踢退九 泡二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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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补偿 不能足以弥补这个马了 对 是的 这个时候 黑方走了 拘一平二 拘平二 他把拘量出来 对 很好 拘量出来 现在净少一个大字 红方如果直接拘点过去 那么黑方有可能 拘二进三再拘二平七 很厉害 实战是就这么走的 实战不是 他为了走这个棋 他先出了个老架 对 他先出了个架 过了个门 然后又出了个试 他是认为 如果直接点 你看 你拘二进三 过一会儿 拘二平七就非常厉害 对 非常厉害 吃马 吃兵 然后还不太好跑 对 所以他是先出老架 让你知识 一会儿还有个打中兵 对 还是这个意思 他让泡一平五 发挥点作用 对 也有想法 是 知识 那知识 知识他再走 拘四进三 拘四进五 拘四进五 吃着 这个时候 当时 其实他们下这半期的时候 我骑正好下完了 我去看了一下 正看王天忆在思考 到底他走什么棋 他这是吧 就经过了一两分钟的考虑 很快 很迅速 拘二进三 很迅速 当然这马已经没法弄了 对 是吧 其实我觉得肯定大喜也是这思路了 就算那边什么有没有将的 反正也是往这点 拘二进三 大局观非常强 对 这个时候 洪峰如果拘四马 那他拘二平六一将 再一 你竞帅 他就马一进了 是个绝杀 绝杀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对 如果吃掉 交其我们一下 这个拘马炮怎么阻杀 你知识不行 绝杀 净帅 马一进二 绝杀 没有 那边的籽都过不来 看不住 防不住了 绝杀 怎么跳都绝杀了 对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拘二进三 还是很凶的 是的 所以呢 他显然不能吃 不能吃呢 实在呢 如果打了的话 打了呢 他出酱 他出酱了 这样填一个吧 这样在垫上是吧 对 垫上呢 我估计啊 他是怕他走狙二退三 再回去啊 再回去捉炮 你平平他跳马了 你平平他就能跳马了 对 马就进七了 对 你平炮他也能跳马 对对对 是 跳不了 平炮还能炮 五平六遮什么 将来还能进 对对对 把狙挡住了也不是好事 所以这个孙颜啊 不愿意被他这个 又回去抓 他呢走了一个 比较妙的思路啊 在我看来是非常妙的思路 我们看看怎么妙了 你进去 他走了一个马三进五 是不是挺妙 他想先进后举抽居是吧 你居次我 我马五进三 而你如果出老将的话 那么横方可以马五进三 跳到这里到位置还不错 过一会儿你居将我可以致四啊 是啊 我们卖个关子 我们等三十秒 咱们说点别的 让观众朋友们 你们一边听我们聊天 一边看看黑漆 有没有什么妙手 能解决这个 能解决这个炮一平五 将军解决马的问题 我们给大家三十秒 是的 对聊聊现在 现在下到半城了 谁领先啊 现在下到半城是浙江队领先 浙江队领先 北京也在前面吧 北京第二 第二 应该不错 那这个联赛 整个下到二十二轮完了 还分什么季后什么的吗 分季后赛 分季后是吧 前两名进去 不是前两名 现在是前六名进入季后赛 直接进是吧 前六名进入季后赛 然后是第一二名算种子 直接进入半决赛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三四五六再争那个 三四五六 争那个两个名额 对对 争四强的两个名额 另外两个名额 对的 所以这个打好 前半程的这个开局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直接影响到 您后面能不能进 甚至能不能去得第一第二 对 这个赛制也非常好 这个赛制呢 能激励选手们 不是说我们最后 进了前几名就松懈了 您还得去争那一二种子 那个种子太重要了 直接进四强了 对吧 对 并且一二它还有个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名啊 它最后可以挑对手 你如果三对六 你可以选吧 第一名可以选 这是今年的新规则 在半决赛当中 他可以选对手 那太幸福了 那是因为他这个 去年就挑了吗 挑了 那是因为他那个 在常规赛当中打得好嘛 对啊 奖励嘛 一种奖励是吧 奖励 人家自然能够获得这种优势 所以下到中游的 还得使劲点 对吧 得三四名的 也得奔着一二名去努力 对对 所以我们的向甲联赛的 每一轮啊 每一分 对于各队来说都非常重要 都是必抢的 是的 好 我们聊了一会儿 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看出来 这里面黑方藏着什么棋 来解决红方的炮鱼平武 将来救马 对 蒋大师揭开谜底吧 其实当时啊 这个棋 我在边上看嘛 他走这部棋 我也那么 来替黑方想了一下 黑方该怎么下呢 王天忆特大就反应的飞快 啪 马脚精气 感觉非常好啊 天忆这个是擅长的 对 走到特长里面去 这个你拱了 他就吃马了 对 对吧 你拱了他就吃马 解决不了 你拱了 他现在因为你泡没打中兵的气了 他就可以吃马 是吧 实际上就这么下 实际上就这么下 这样呢就确定了优势 鞠马炮足 白多一个马 这样赢了 好 孙杨特大也就是进入了败室 对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地方 就边边那个地方 居酒瓶寺那地方 好 你这个居 居在这 马还没跳 马在这 这个居是在这 这个地方 我们说 为什么他这个吃亏 我刚才卖了个关子的事 他这个地方次序 他如果 在他马四进三的时候 还要干马 还要干马 马在那边 马在这边 他这个地方 刚才说走居酒瓶四 给了他一踩马三退一的机会 他其实应该先走兵酒瓶八 兵酒瓶八有个巧手 先献一下 先献一下 所以肯定黑方不会去吃居的 对吧 不会换了的 所以黑方肯定先把这兵吃掉 这样我再走居酒瓶四 这样的区别是没有别着马 对吧 完全不一样了 对 是吧 接下来呢 我出老将又是先手可以飞马 你再去别马就不一样了 刚才是已经吃了对吧 对对对 现在你再去别 出老将还飞着马呢 对 出老将飞着马呢 那这样好像 是的 完全不一样了 还真是有变化了是吧 你这样你要再走马五进七的话 马五进七 同胞就可以马九进七了 对踩了 踩踩踢了 马九进七 或者还有炮一推二 炮一推二对炮 就是啊 炮一推二也很烦人啊 对啊 对了还飞着这个 对主要对了 还飞着你这个嘛 你还得跑 你跑完了 人家可能也跑过 跑了红方就可以从容地跑马 那这样好像 孙杨阳还能缓过来 这样能缓过来 虽然多不足 但是赢不赢的 反正还漫长 对对对 但是在当时啊 如果就估计到后面 王天忆能走这么好的棋 肯定对孙杨阳要求也太高了 对 但是这兵其实他也不舍得啊 就这么一个兵 对吧 怎么舍得就这么巧妙地换了呢 但是通过应该是说 送这个兵 可以给黑方的进攻 包括黑方的蚩马 延缓很多时间 是的 给自己的棋局 增加很多的那个时间 但这盘棋啊 整体来说 我感觉啊 还是给我们看了一盘 王天忆的经典风格 对 他在布局阶段呢 就是善于求变 最近走流行的 他走到那里 突然又变了一招 对 天忆就是这风格 就是你不变 我还得想着方的变 对 他很能在这个熟悉的领域 找到陌生的变化 对 所以他跟先后手 我觉得都没关系 他拿后手也能走到你 意想不到的棋局 对对对 这样呢 就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 而这盘棋一样 给了孙杨压力之后 天忆走到优势 非常积极 这个最后也是 布局就优势 然后扩大到 中产局非常凌厉的公司 是吧 所以天忆是去年的MVP 是吧 对对对 最佳得分手 去年的最佳得分手 今年还没有嘛 才下半成 下一半是 对对 才下半成 对对 是 这个接下来的相价 我估计会越来越激烈 对 会越来越精彩 那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继续关注我们的 全国相奇甲鸡联赛 继续关注我们的相奇世界 好 感谢您的收看